而花蓮市农会在111年度绿色照顾站内容主题是多元 尤其更是请到了花蓮林物局南华工作站 趁着梧桐记赏花之余 带领长者来认识林辖经济和国产材 DIY母工艺品 而透过了课程也鼓励高龄长者多多走出家门 活络身心 花蓮市农会111年度绿色照顾站 在农历新年后正式开课 为期40周的多元学习课程 包含饮食营养 心理健康 运动休闲等 日前来到花蓮林物局南华工作站 高龄长辈们在工作站主任志友廷带领下 认识园区内沿路盛开的铜花 一起学习如何分辨供花母花 我们花蓮市农会有办理绿色照顾站 那我们有带领一些高龄长辈们 平常在教室里面做一些多元学习的课程 那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认识花蓮在地 我们走读花蓮 让这些高龄者呢 有机会出来多多认识一下 我们花蓮在地不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是带这些高龄者出来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场地 是领馆处的南华工作站 当然因为现在是油桶花季 所以除了带他们来赏花之外 也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林业历史 林下经济 让他们可以多多了解 那之后呢 因为也在推展国产财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 让我们的长辈们也认识一下 我们的花蓮国产 那因为我们这个绿色照顾站 其实是全年度持续的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在地 不管是独居或者是高龄长辈 他行动还算自如的话呢 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 出来外面跟人群接触 虽然现在疫情有一点点 好像感觉不是那么的好 可是呢大家因为我们人数不多 那大家都非常照顾好自己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课程 大家还是参与度很高的 柯惠娟表示除了赏花 也带领老大人认识林业历史 林下经济和国产财 一起动手DIY制作木工艺品 尽管全台疫情笼罩 但做好防疫人数控管 期盼多过多元照顾服务 友善关怀老人 充实老人精神生活及活动能力 降低高龄者独居所可能面临的风险 记者长邦彦相报导 好